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金字策略 今天是7月18日星期三 昨天的金字终于突破了一个相当关键位置 所以来看看走势和大家解解 昨天一直强调1236已经是第三次市列价 包含上年12月中的黄金上升起点 结果很痛快地昨天终于跌穿了 跌穿之后没有再回头 甚至持续下跌 最后还跌到1226元 即是再跌多10元 昨天跌穿了1230之后反而在低位牛皮 这又要解释几个原因 这次穿位是比较明确的 但仍然是引来另外一件事 很多大宗商品到今星期仍然受制于美元 本来之前我们还看到 油价仍然可以说唯一一个大宗商品 没有受到美元上升所压制 即是明显压制 但到今星期 甚至连油价也推下来 我们看到很多包括有色金属 农产品 或者我们看到的一些 贵金属全面下跌 我们看到银价也一直站在16元以下 美金的升与跌 实际上我们只可以说 因为它作为一个报价货币 所以它的转强应该对大宗商品有不利 但昨天的这一转 反而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更加好的讯号 因为你不需要再一路想着 没理由 在这些位置我还追估好像不折实际 但结果它跌穿了 我们今天反而可以很理直气壮地 买金继续下跌 看看美元指数可不可以 不过大家要注意 美元指数可不可以在今天上升95 或是再做高位 如果可以的话 金可以乘性追击 可能有机会再进一步下跌 不过RSI走得不太好 所以大家要观察 最好看欧洲市 看看会否 突然之间RSI转弯 可能今天 会先反弹 然后再跌 但就算反弹也好 上得1236 这些位置可能我们都会尝试反手沽 下面买不买呢 我反而觉得今天就要观望 沽会比较着素 当然要留意下 可否达到我们认为的位置 跌到什么水平 这个都要计算 所以记得去SkyFi的Facebook专页 今天节目才做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